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長 你今天問一下 有沒有宣教的題目 原本傳說你要選台商 可是現在怎麼會 又傳說你要選南圖 那是不是有這樣 確實有這樣所謂的消息 然後有什麼樣規劃 謝謝大家的關心 跟很多的鼓勵 其實目前我最主要的工作 還是在台北市的市政工作 以及最近大家都很關心的 疫情相關的工作 所以到目前並沒有 相關參選的一個規劃 那至於說未來的事情 就順其自然吧 聽說你在南投自己住了三十年 對那邊當地人 你是不是覺得都有些了解 我好像從五歲就住在南投 然後讀小學 讀國中 那一直到畢業之後 又回到南投教書 從小學老師開始教 然後一路到四十歲 我到台中醫中當校長 才離開南投去住在宿舍 所以對我來講 南投就是一個故鄉 就是每次回南投都會有很多的記憶 那也很希望說南投越來越好 對 那柯市長這邊有沒有跟你談過 就是希望你 他就是說交付一些責任 讓你在負責中張投這個部分 其實還好啦 就是說平常因為我們都在台北工作嘛 那主要還是把市政工作做好 那如果說假日有回中部去 因為中張投我自己在成長過程當中 都有一些接觸 所以多少能夠幫一點忙這樣子 其實主要還是他們當地自己在做一些成長 那不是現在黨內是有說不要讓你去選台中 是因為台中要藍白和有這件事嗎 我沒有聽說 對我沒有聽說 我也不太了解裡面的什麼樣的內容 我不太清楚 那你會不會是因為考量到 可能是跟盧修彥還有胡市長過去交情深厚 所以也避免選台中 因為在台中我也工作了很久 特別我也追隨過胡市長 所以彼此的情誼到現在都還是很深 我們那時候在市府團隊 到現在幾乎沒有人離開 我們有見一個群組 然後經常都分享一些生活的點點滴滴 我覺得胡市長最成功的地方就是 跟過他的人都不會離開 這是很特別的 我們到現在都還是經常在互動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說 跟胡市長一直都有聯繫 那不知道說對於2022這一塊 他有沒有跟你討論過 胡市長大概目前他都在台中 那也都退休了 那偶爾我們當然還會見面 那胡市長對台中的發展 他其實是非常的關心 因為他在台中做了13年的市長 所以對台中的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 我很少看到一個政治人物 那麼執著 他幾乎現在還是會常常出席 在台中的重要的活動 那他所到之處 還是得到尤其那些里長有沒有 那當地的里長等等 大家都對他非常的歡迎 所以我覺得他在我們台灣的 這個政治界裡面 也算是一個典範 也就是說走過的路 留下的痕跡 大家都還很懷念他 對